有沒有流血 支援警力敢赴現場 只見一名男子被團團包圍 壓制在地 立刻將人上銬帶回警局 但大半夜怎麼會在超商鬧事 全是因為他跑來找前女友談判 一言不合不但動手打人 甚至還亮出菜道恐嚇 事發在二十三號凌晨十二點多 新北市的購物廣場 被害人在交往期間發現 被前男友偷拍分手後提告 明昌對方卻要求他跟檢察官說 自己也知情 等於是翻供 被害人不願妥協 沒想到卻被拳打腳踢 很多次 然後我就不想要理他 他也要求復合 可是我不要 回想事發當下還雨季猶存 手腳太陽穴淤青也都還沒消退 幸好事發當時有熱心民眾 建議勇為幫忙 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家暴等全案依法移送臺北地檢署 有錯在先不但布置檢討 還變成恐怖情人 習日其理與絲破臉 甜蜜過往也都回不去了 三宣陳祥新疑 新北上報導